現在宣布開位 首先進行報告事項 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交通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事錄 時間109年5月6日星期三 上午91分至12時53分 5月7日星期四 上午90至10時46分 地點本月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洪孟凱等14人 列席委員曾明忠等23人 列席官員5月6日及5月7日 交通部次長黃玉琳等 主席5月6日陳召及委員學生 5月7日洪委員孟凱代理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民眾黨黨團擬拒絕 大陸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3條第55條及第56條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 本日會議由委員邱陳議員等說明提案要指 在由交通部次長黃玉琳等報告後 既有委員黃孟凱等21人提出質詢 進進交通部次長黃玉琳等及相關人員分別予以答覆 決定一報告及詢討完畢 二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為及答覆部分請交通部盡速以書面答覆 通過臨時提案一項 5月7日討論事項 審查民眾黨黨團擬拒絕道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3條 第55條及第56條條文修正草案等6案 911委員黃孟凱等17人及委員陳樹月等18人 分別你去到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30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完聚並按理據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二委員黃孟凱等17人你去到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55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劉兆華等16人你去到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90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完聚分別你去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三委員會討論時均由陳召集委員學生補充書名 四委員會討論前均不需要交由黨團協商 五民眾黨黨團擬據到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3條第55條及第56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許書法等20人你去到路交通管理處署條例第18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及相關動議均保留令則起繼續審查審查結果 第30條條文依委員洪孟凱等17人及委員陳書月等18人提案修正通過 第55條條文依委員洪孟凱等17人提案及委員何信淳等6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通過臨時提案一項三位宣讀完畢 請醫師人員宣讀本日歡迎議程 邀請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就應應防疫新生活公共運輸防疫措施下下階段之作為進行報告並備質詢 並請衛生福利部列席宣讀完畢 現在請交通部王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以下我就大院交通委員會就應應防疫新生活公共運輸防疫措施下階段之作為提出報告 那由於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現在穩定控制中 為使民生跟產業逐步恢復正常工作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鼓勵民眾歷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那本部兼顧疫情控制跟促進觀光以及經濟的發展 在大眾運輸也持續依照指揮中心指示辦理的防疫工作 那維護安全的環境 那考慮近期的疫情舒緩 目前在公共藝術部分會針對消毒的評刺 人車的管制 停售站票 梅花座等等開始進行一些討論 然後分三個階段逐步把它解禁 那在觀光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是啟動防疫旅遊的實施計畫 來鼓勵觀光產業透過彩線觀摩跟交流 那但是要融入防疫的指引 然後由觀光產業起示範的作用 然後開始藉由採線團好的產品 建立國務人信心以及開始實施旅遊 那在下一階段會進行安心旅遊 讓民眾在防疫的後階段展開新的生活 那第三階段就是國際的路徑旅遊部分的加強 那以上市所提的內容以下就本部路征師陳師長 來跟各位委員做一個報告 敬請指教 請路征師陳師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以下請就本部規劃之防疫新生活公共運輸防疫措施 進行重點報告 那目前交通部對於大眾運輸的防疫措施 仍持續辦理中 那在一般的防疫措施部分 包括加強消毒瓶刺 相關的場站處所全面量測體溫 強制搭乘大眾運輸運全程佩戴口罩 以及在人潮擁擠地區實施旅客總量管制等措施 仍持續辦理中 那另外我們在其他的防疫措施部分 如高鐵在連續假期期間一律實施全車對號座 台鐵在連續假期期間實施長途列車不發售戰票 以及需搭乘檢疫車隊至檢疫地點至入境旅客 不得進入高速公路服務區 如果需要進入服務區公測 車站車隊的時機也協助通報1968專線 由服區人員協助引導及加強傾銷事宜 那這些防疫措施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 那接著報告公共運輸防疫新生活運動 的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因應國內疫情控制 至於緩和 那本部官方局配合指揮中心的防疫新生活的運動 以擬定防疫安心旅遊推廣實施計畫草案 並以指揮中心COVID-19 疫情期間民眾假期生活防疫的指引 從食塑油構型五面提出第一階段防疫旅遊 第二階段安心旅遊 第三階段國際入境旅遊促銷等策略步驟 以提振觀光旅遊市場 那首先在第一階段的防疫旅遊的部分 在觀光的部分的執行重點 主要是請觀光產業的工協會 來設計採線的油層 那期望在提出下一階段安心旅遊的時候 可以轉化包裝為旅遊商品銷售給民眾 並著重防疫的一個觀點 規劃旅遊的一個遊程的建議 另外觀光局轄下的各風景區管理處 也會推出在地特色的一個景點的一個採線 那我們會依循指揮中心的防疫指引 保持社交距離 落實個人衛生以及實行殖民制 人流管制與環境清銷等 另外觀光遊樂園區的最大承載量 也建議有50%調高至80%等 另外在公共運輸的部分執行的重點 包括我們會依循指揮中心防疫指引 保持社交距離 那台鐵配合取消在連續假期實施之 長途列車停售戰票的措施 那高速公路的服務區 也會配合放寬人潮的管制措施 那關於第二階段的安心旅遊 跟第三階段的國際入境旅遊促銷 考量其以涉及解除社交距離的管制 那本部會配合指揮中心的決定 再因應的推動 那結語考量國內肺炎疫情穩定控制之中 交通部後續會依據這個指揮中心對疫情的掌控 滾動檢討實施其他階段的旅遊策略與交通防疫措施 那以上報告敬請委員指教 我們十點半會進行巡討 現在先宣告以下四項 巡討時間 出席委員六加二分鐘 列席委員六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以十點三十分截止 委員如有提案請於十點前提出以便醫師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我們十點半繼續開會 請問一件小意思 感谢观看 现在继续开会并正式进入巡打 现在请第一位发言林俊宪委员 谢主席 本席邀请我们交通部林部长 请林部长 我们铁道局的胡局长 请胡局长 部长 没有 部长 现在是内阁总辞中 是不是应该这样 第一时间 苏正章院长也获得小英总统宣布他续任 所以内阁现在是在改组中 是 那请问部长 有没有接到苏正章院长的电话 告诉你未来的职务 有接到院长约见 还没有见 但是有约见 有约见 所以应该是好消息 恭喜部长 不知道 这个我们就配合约见 如果是坏消息就不会见面 电话中讲一讲 所以如果苏正章院长约你去 我想绝对是交通部要继续 要维请部长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是院长的他的任命权 对啊对啊 假设这样讲 但是我想我们大家也知道 其实交通部在这段期间 尤其防疫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台湾表现得很好 那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漏洞 所以我们在整体大宗运输的防疫啊 旅游的防疫啊 这个交通部的同仁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要既功劳 既大功一件啊 但是在防疫的时候啊 受伤最惨重的啊 就是观光业 对啊 现在啊 如果可以开放啊 第一个 应该也是从观光 尤其运输业要开始来 把它稍微放松一点 是不是这样 对 部长最近交通部 有没有什么用心的一个想法做法 我听到你有讲一个所谓的 什么防疫观光啊 防疫旅游 防疫旅游 那防疫旅游 又要防疫又要旅游 那你怎么去拿捏 尤其这个防疫的工作 我们知道 很多国家 就是让它放松以后啊 哇 最近啊 灾情又开始急剧恶化 都是因为一时间的放松 或者是说民众啊 就失去了警觉性啊 比如说像韩国啦 或者像新加坡之前也是啦 那部长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交通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针对防疫旅游 防疫旅游 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防疫指引 所以在旅游时候的这个要注意的规范 就要建立一个行为准则 那目前已经我们跟业者啊 也在已经都朝你好 那会经过下午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部里面的防疫会议 那会提给指挥中心啊 来审查 那确定这样一个防疫的旅游的指引 我们大概现在规划是午夜下旬 就可以出团 那建立一个示范 以彩线团的方式啊 那把时速游构型相关的业者串联起来 然后在我们的一些优质的游层 来做示范 那这样子旅行社 游览车饭店 还有观光景点的业者 他就有生意做 但是要做到总量的一个 对就是说 就是说细节部分 警部里面要真的要确实掌握 因为我发现很多民众 确实闷坏了 所以这几天的其实假期 民众都蜂涌而出 一方面是我们防疫做得好 大家有开始觉得比较放心了 所以只要一开放 或者稍微的松绑 这个观光大概会有那种 我觉得会有猛爆型 就喷发型的 不管当中运输 或者是公共旅游点 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不能松懈 所以我举个例子跟委员报告 比如说非假日 我们尽量能够分流 那订防 到这个假日有时候就是会 比较 这个满额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鼓励 调控到非假日 这样就是说 既能够出游 又不会人挤人 那当然 这个在旅游的过程的 食衣住行娱乐 都有一些规范的指引 那避免就是因为人群聚集 而有比较大感染的可能 另外部长 我今天特别邀请铁道局局长 一起上备巡台 主要我也是要关心我们台南的地方的重大建设 台南是个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那因为铁路既然地下化 那原本在路面上的断点 就是地下道或者是路桥 希望在未来的工程计划里面 应该要纳入 因为那个金额非常庞大 恐怕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负担 我特别也把它作为一个负贷决议 在今天的经济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里面 那这个案子也已经通过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里面 能够把这几个地下道或路桥 像台南市的小动物地下道 民族地下道 林森地下道 和中华路桥的填品或拆除的经费 应该要纳入 在我们铁路地下化未来的修正经费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新的一起里面 在前瞻的二席里面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要纳入 来 请副局长 这个关于地下道或路桥 这个拆除或停屏的这件事情 在我们过去计划进行之中 跟地方政府有讨论过 那今天委员所提议这件事情 要纳入这个铁路地下化 第二次修正计划 把这个经费纳进去 基本上 如果我们地方政府能够取得共识 我们一起来努力把这个 这一定有共识 这台南市政府要拜托的 是 是 是 所以 副局长 这个没人要拜托一下 这个一定要请 而且今天大概在附带主角也有通过了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相关的地下道路桥 都纳入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整体施工范围里面 经费上要请中央来协助 另外 他在这个铁路地下化的过程 有两栋 就是集合式住宅 也就是所谓的公寓 分别大概 有一部分都在拆除的范围内 部长 这种集合式住宅 这不能拆一半 你拆一半应该怎么住 所以 在拆除线外的部分 就是你拆了以后 第一个他可能会有安全疑虑 那第二个 如果没有全部拆 你这样局部拆 我想施工上也会很困难 或者是说整体地下化的大施工范围 就少了一个比较 空间恐怕也会不足 所以 本期在这里 也希望铁道局能够把这种饥饿宅住宅 当然条件就是 住户要全体同意 对 要共事 对对对 如果住户有同意的话 也希望像这种饥饿宅住宅 应该全部纳入架构的 就是协议的那种范围里面 来一并整体的拆除 好不好 局长 这样可以吗 是 跟您委员报告 这件事情我们过去在台南的时候 有处理这个相关的状况 那这部分 大概在处理过程之中 就是所谓的这个拆除线以外的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这些相关住户能够有一致的共识 如果有一致的共识 我们在处理上 大概这样就没有问题 如果住户有共识的话 我们应该要 就是应该整栋的予以 就是全部的予以协议架构 来纳入我们的 能一并拆除的范围里面 另外啊 部长 你知道有一种类旅馆吗 在你这次的观光业的补助啊 其实我们大概范围都照顾到了 但这个类旅馆把它漏掉了 类旅馆很多 例如像学校啦 像台南市台南高商 台南一中 星化高工 像那个云林的斗六家商啦 还有几个学校 他们其实都有那种BOD的类旅馆啦 那其实收费都非常便宜 就平常基本上 像成功大学也有 台大也有 它就是可以提供住宿的那种 那现在啊 这种类旅馆都完全不在我们的补助范围内 我是觉得应该要 应该要一并的纳入纾困啊 因为学校也是把它委外在经营啊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旅馆补助里面 也把它纳进来 跟委员报告啊 当然类似像教师会馆啊 青年活动中心啊 劳工娱乐会馆等等啊 这个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案例 那它主管机关不一样 那就先前没有办法比照我们观光局的旅馆 或是观光旅馆 这种例子就像在台南那个市场的那个船一样 那李秘书长也有出面说 大家再协调一下 就是有漏网之语啦 那看有什么样的方式项目 然后由各主管机关 或者是说如果 这个能够做出一个同意的解释 那我相信这些 站在观光局我们也是那样 可是原来不是我们观光局主管的 要不然你教育部也不管不理他 那我们这家伙伴不差别 那他就差别了 最怕这种跨部位的 没有主管机关 这些都分属不同的部会 那怎么样 那我请部长协助了 在这个会议上 苏公会议上把这个提出来 好不好 好我们也来邀请大家 一次讨论 把这些没有纳入到先前 对于旅馆业的 这种补助的 那看用什么方式能够来协助 好谢谢部长 谢谢梁慧局长 谢谢主席 我们现在先确定义事录 请问各位委员 对义事录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义事录确定 现在请洪孟凯委员发言 主席谢谢请邻加隆部长 请邻部长 部长你好 我也好 部长 本席本来认为是说 现在疫情指挥中心 这边也逐步的 有这种本土案例 零确诊 都已经持续的有30天了 那我们的防疫旅游 也开始要推动 本来想说520 可以给蔡英文总统 连任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就职礼物啊 但现在传出说 520只是采线团啊 6月才要正式启动是不是 是 好 那这样采线团哦 媒体有说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昨天我也有请教 我们的交通市长啊 我很关心跟担心是说 媒体现在报导是 我们这个采线团 只有两个路线啊 所以我们的防疫旅游 会涵盖全台湾 还是就是两个路线 有重点的部分 不只啦 我请局长 来简单刷屏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媒体有讲 当然 一条路线是北海岸 一条路线是宜蘭啊 白海华马上我会先哭啦 照你讲我也很高兴的 但是重点是说 这一次的防疫是全台湾的 怎么会只有两条路线 那之后推动是全台湾还是两条 全台湾 那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路线第一 第一梯次的哦 第一阶段是采线团 对 那采线团呢 并不是说一个产品 供社会大众去买去参加 采线团是由业界 留业界从专业的角度 盘点那个全台的观光资源 是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之前这种采线 对啦我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这采线代表是说 可能之后交通部会力推这两条线啊 不然为什么他们 特别挑出来采这两条线 是我们之后 防疫旅游会力推这两条线 还是全台湾都会雨入均沾 这点是很重要啊 是跟委员报告 全台湾都会有 那采线的部分有全国性的 有区域性的 区域性的部分 我们在全台各国家风景区 管理处为主軸 那它会跨区区外的 所以我现在要确认 这也是国人关心的 来 那个代理局长 我想确认一下是说 现在到底是520开始 两条采线团 那之后还会有其他 等到6月一次公布 所有的防疫旅游 是这样吗 跟委员报告 520之后会推出 但是不是只有两条采线 对 但采线只会两条 不是不是不会不止两条 现在还在规划应该 什么时候会规划出来 因为520到6月 其实马上就只有10天的时间嘛 那现在媒体报章杂志都讲 是说采线团两条啊 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 什么时候会规划出来 我们在密集规划中 应该这几天 部长那边 所以部长什么时候会 跟社会大众有一个这个清楚的确认 今天礼拜四嘛 这个礼拜以前行不行 可以 我们在520之前会公布第一波 对 的这个防疫旅游的采线团 好 那因为现在我们除了我们主动推动 也有接受业者的提案 那包括我们的封管处啊 先前有优质的游城 所以这一些都是在我们第一波的 所谓的防疫旅游 好 所以样态是不太一样 对 本席确认嘛 就第一 520以前全部的采线团都会公布 第一波的采线团我们会对外公布 是 好 那但是就是不限于这个是全台湾都会有 都有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哦 防疫旅游现在有看到媒体报导讲是说 可能也是我们观众局这边规划 包括说是 十人一桌的圆桌会仅限五人来坐 那还有说出游的时候要戴口罩 量体温随时喷酒精消毒 部长 局长 你会觉得说这样出游会不会有点辛苦 各位各位报告 因为媒体报导的部分 并不是我们有公布了 我们现在 这个防疫旅游部分会有一个防疫旅游指引 这边大概也经过业界 最近发觉说媒体报导的时候 怎么这些资讯大家都看到了 结果又跟我们这又不一样 那到底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比如说像中华民国旅行公会 全国联合会 他们有提案 他们也希望落实防疫跟能够安心的来旅游 另外比如像比较大的旅行社像熊师 旅行社 他也有这个所谓的实名制 还有总量的 还有涉及到相关的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旅行社规定 我们交通部官邮局会不会强制要求 我们现在就是在会整一个防疫旅游的指引 那我昨天也特别跟指挥官有说明 我们会循程序让他们来审查一下 所以我要确认 现在就确认是说到底最后 我们去鼓励这个所谓防疫旅游 要不要要求民众全程戴口罩 量体温喷酒精消除 现在我跟委员说明 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限制去旅游 那很多就是说自由行 但是我们现在是用团体来做示范 可是一旦大家走出去了 其实最重要还是个人 他对防疫的一些规定的落实 不是部长 我现在强调的重点在于是哪里 就是说我们交通部官邮局要有补助 那补助就会需要 就是说可能有什么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申请这个补助 那现在我们交通部官邮局 针对防疫旅游的这个概念 因为大家都听到防疫旅游 可是一看到里面内容限制很多 包括说要戴口罩量体温 我就简单讲 刚刚我们不是所有内阁总职 也都在行政院前面拍团体照吗 我们国人出游 也可能会在一个景点里面拍团体照啊 但是刚才大家那时候的时候 有比以往距离是稍微间隔比较宽 但是也没有保持一公尺的这个距离啊 所以说大家在拍内阁总职团体照的时候 没有保持一公尺 但是也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 那一样的道理 国人的防疫旅游的时候 会不会要求说你连拍团体照 也要戴口罩 不能把口罩脱掉 我跟委员讲 那不是那么僵硬的 所以我们不会强制要求 你就是能够做好健康防护 那相关的规定 比如社交距离或戴口罩或者是说 部长我只要确认 会不会强制要求啦 这个指引它就是有原则 然后有点弹性 那个我们局长在摇头了 好谢谢 来那再来哦 我请教部长您昨天讲了一个 这个算网友也看到 我觉得有些时候网友 对你好像也没有那么公平啦 网友说您讲说 礼拜一到礼拜五鼓励大家出游 网友就笑说 这可能也可以得诺贝尔奖 因为那么好的方法怎么没有人想到 那部长为什么大家不一到五出游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要上班啊 我跟委员讲 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扩大国力 也是以非假日为主 在进行补助 对 那我们现在既然要防疫旅游 要示范 当然是要调控 不要都挤到假日嘛 对 所以我们的 透过我们的补助措施是可以导引 所以这些 部长我现在又要请教您 因为我昨晚上请教次长的时候 次长居然讲是说 他没有不会 这个补助不会分假日或非假日 意思是 昨天次长讲的意思是说 你是假日错也好 非假日错也好 我都可以补助 但是我现在要确认 如果我们现在要鼓励民众 一到五出游 不要挤在六日的话 我们的这个防疫旅游的补助 会不会限制一到五使用 不会 也不会 因为防疫旅游是由工协会 跟这个比较有规模的旅行社 是 还有我们封管处嘛 所以这些案子本身 就是专业的采线团 对 我知道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鼓励 我们也没有限制 他一到五出去旅游 那我们要怎么鼓励 大家都参与一到五的这个旅游团 我跟委员在说明 比如说 我会发起一个就是 我们的企业界也会有员工旅游嘛 政府机关也会有啊 公务员的旅游 我们会呼吁 我们要就是 挺台湾拼观光的话 尽量去做到分流 这个就是让我们防疫旅游 可以成功很重要 国人的一个主动的配合 现在重点就在于是说 这个有些时候不是道德呼吁 有些时候也不是说 这样子呼吁就有用嘛 所以说这也才是网友 在下面留言就讲是说 如果那么好的方法 我们政府登高一呼 大家就一到五去旅游 而且企业就给你假去旅游的话 那这样子早就有人做啦 所以现在本席才强调是说 要不要考虑有 用政策工具来鼓励 民众一到五旅游 来分散这个人流 我们一定会有鼓励的措施嘛 所以也是会有 但是我要跟委员讲的就是 因为假是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至少是个人的这个防线守好 难免到人多的地方 因为不可预期嘛 因为人是流动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遵守有关于相关的指引 当然 比如说人多的地方 我们少去去了 就戴口罩 政府政策是一体适用 我们要做高 比较上位的一个政策 一个方向 才可以让全国民众来去适应 也因此本期才会特别点出这个问题 请交通部这边去研议 说是不是一到五的时候 再加码补助 或是有什么样的措施 用政策工具来引导分流 而不是只是口号式的宣传吗 从来都不是口号式 我们都有配套的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方式 会 对不对 好 谢谢 部长 好 谢谢 现在请陈欧铺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请邀请您部长 请您部长 辛苦了 昨天我们经济委员会我们做联席的审查 我们前瞻2.0大概有第二期是4200亿 那过去我们第一期也十千亿左右 那整个我们轨道建设大概占了十千多亿 那我今天早上看到报纸 有这样的评论 我要讲个公道话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台湾过去重北侵南 重西侵东 所以从我立法院以后 我成立台湾东部级离岛前一处进会 那我们交通委员会 来自宜花东的三位七一立委 长期都在我们交通委员会 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政府能够看见东部 那所以我个人对于交通部所提出来的 西部高铁 东部快铁 这叫整体的一个轨道建设的规划 非常支持 甚至我认为这个是影响台湾未来 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百年大计 那这最主要也能符合我们 前瞻建设计划的均衡 城乡发展的一个 最初衷的一个想法 所以当报纸说 缺乏整体国体规划 也在留子孙我不能接受 所以我再次 再跟部长 强调 这符合整体的国土规划 因为我们过去 我在一人心政府 我们对一人心的总体规划 来谈谈提到台湾未来的发展 那我再次强调 三四年前 我们这个第一期的时候 前瞻建设计划 省得非常辛苦 被砸水球 被丢面粉 一顺书丢了 我们到最后有一个共识说 建设不会再留子孙 所以我在这里 我待会这张送给部长 坚持我们的理想 就是西部高铁 东部快铁 均衡东西城乡发展 符合整体国土规划 建设不会再留子孙 勇敢地做下去 我相信前瞻的建设 会让台湾大步向前走 第二点就是说 疫情的趋缓 大众运输的一些防疫的宣传 现在民众关心的是说 口罩或车上禁食 是不是能够提早禁令 不晓得部长以你的观察 有没有可能何时来 提早来解除这个禁令 其实口罩跟就是饮食 是否禁止 这是有关系 因为目前为止 因为在搭乘双铁 其实还是很多是长途 而且是人群是比较接触 比较密切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比较重演一点 有关于口罩的要求 可是如果有饮食 因为他做的 这个长途 然后时间久 需要 尤其是有一些人 可能老肉妇孺 或者是身体有点状况 需要饮食 或吃药 这个 我们是朝开放 那是这个 不要说因为借这个样子 而死了我们的口罩政策 就提早 大家就不带了 那 我们因此也都有规划 这个时程 也是配合指挥中心 因为我们还是要以防疫优先 那但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 适当的 就是饮食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规划的方向 那个部长有注意到这个 民众的需求 跟意见的反应 我想说这个 就交由你们跟卫武部 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考量 那部长知道现在 就是我们西医西医 鼓励民众力行 防疫新生活运动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 防疫的最先锋 每一个人做好 个人的健康防护 其实我们都可以 很安全的进出所有的地方 即使人潮多 你就戴口罩 有没有具体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方式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是教育宣导 要内化为每一个人的行为 那因此要有带头吃饭 为什么这个重要 一旦台湾建立了 连兼顾防疫跟旅游的时候 我们国门一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进出国门 尤其是我们到台湾旅游的人 他也会遵行 所以我们现在做也许辛苦一点 但是呢 全世界都在看台湾 因为我们从防疫大国 要发展成观光大国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过渡阶段 所以大家我知道很辛苦 戴着口罩要坐车 我觉得你答对了 你答对了 但是我跟 就是说这个有个口诀 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跟你讲 就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是 大概是我们新生活的最主要的 三个 这个 具体的一个作为 让民众大家一起来努力 是 我们交通部推动这个 这个振兴国理的计划 有防疫旅游 也有安心旅游 当然后面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带动国际旅游 这个防疫旅游跟安心旅游 有什么不一样 是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我想请教你 你这个防疫旅游现在要推动 有三亿的经历 要做什么事情 是 在国门完全打开啦 可以这个自由进出入境 之前 我们现在的判断是会有一段 就是国民旅游 复苏期嘛 这个是非常重要 要建立一个规范 那就从先从 防疫旅游的采线团 然后来做示范 然后建立更好的防疫旅游的指引 来提供给后面安心旅游 包括我们要扩大国旅的补助 各种券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百业兴盛 大家也不要过嗨 因为太很多的国家 一解封就出状况 所以这个过程 是要非常的这个 要很细致 才能够所谓的软着陆 因为你要封容易 你要解封 其实是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讲 所以这个节奏 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来推动 最重要的还是国人的 防疫的 这些相关的规范的内化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让病毒寄生 或者去传播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自由行 大家到任何地方 其实都很安全 但是就是有人 他不遵守规范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造成公害 对 我想说建立部长 防疫旅游这三亿怎么样来使用 能够让大家知道 然后防疫疫情稍缓的时候 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 这个所谓安心旅游 我各位在补充防疫旅游 怎么用 那我还有一个关心 就是我们现在 那个观光局投入好多的 那个观光发展的基金 会不会排挤到我们地方的观光建设 我现在蛮担心的 因为我现在有几个案子都卡卡的 你们都不敢核准 我们要把柄做大 所以这一次 其实在我们防疫的同时 我们其实一开始 我就提出500亿的预算 在纾困1.0的时候 当时有200亿 那另外的300亿是列入前瞻2.0 也就是我要拜托委员 在我们前瞻2.0的 这个4200亿里面 匡列300亿 来作为我们透过这一次的防疫 你们去体检 我们观光业所面对的一些 转型升级的问题 然后后面就有300亿来帮忙他们 所以部长的意思是说 目前的经费啦 可能会二期的前段建设计划 审还之后 这些该建设的高中建设不会影响到吗 不会受到排挤吗 是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有错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案子都没有办法 来拼观光是不够的 那而且那些很多都是用去 公共建设 比如说 我们的风管处 很多的硬体设施都用 那个发光发展基金 这会排挤啊 所以我跟行政院也建议他们也接受 我们每一年用在风管处30亿 有一半是公务预算啊 把用基金来替代的 那应该编到公务预算 这样子我们风管处就会增加 30亿里面的五成数亿 那这些设施要更新啊 还有活动要来行销 就会有更多的预算 那最后一个我提醒部长 最近那个生能商获得最佳 新开幕商店奖 这个好消息了 那我一看台西最近的公布的评比 我们掉了五名 是近三年来表现最差了 我跟委员讲 没有下标 那个很不公平啦 如果平均这四年就是差不多是 我们都是差不多十七八名 那有时候到十三名 有时候到二十几名嘛 那你要去看那个单点项目 其实主要的项目啊 我们明示都往前哦 但综合啊 当然因为我们人数增加 我们的机场小嘛 所以有一些评比 我们就比较吃亏 可是单项你一一去比哦 我看了十项 很多都是进步 包括我们的这些出路径 包括你讲的这个申衡舱 其实都在评比里面是往前的 所以媒体第一时间把它定掉 好像我们退步很多 其实你要知道 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前后 二十几名啊 那我们不可能每年一直进啊 进到第一名吗 所以这个在前段班的这些国家 都很竞争的 我们当然要检讨改进 好 部长如果有需要检讨改进的部分 你就去检讨改进了 谢谢 那 这可能是我资料上 我又看到 掉了五名 我吓了一跳 只会提醒部长 要注意这些事情 好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请赵振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请部长 请您部长 今天是内阁总辞嘛 对 那部长是否虚认 不知道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为什么 没有人跟你谈吗 因为 有安排约见 但还没有约见 那因为外面有人 有讲 你要想回地方 参选 有没有这个可能 哪个地方 台湾就是我生长的地方啊 哪个地方 你哪个地方 你是台中的 你哪个地方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跑哪里 跑到桃园选啊 是不是 那一定是在台中嘛 是不是 因为地缘的关系嘛 那你要选 总统也可以啊 全台湾也可以选啊 都可以啊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确定的话 那我想 那个你的交通政策 是否有延续啊 会不会延续 就像我们刚才 陈沃波部长讲的 有没有 那东快铁嘛 西高铁嘛 这些重大的一个建设 还是继续延续吗 那是已经制定为 2020运输政策 白皮书啊 已经成为国家的政策 就没有问题就对了 还是继续推嘛 是 那我也看 最近部长的满意度 也是不错啊 那百分之五十四以上 超过一半以上 这个防疫做得非常好 我想 希望部长还是继续啊 那 留任啊 替我们交通部打拼好不好 你可以争取啦 你争取啦 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也想做嘛 就是争取嘛 当然这也要争取嘛 是不是 那我们民意代表 是争取民众的支持嘛 认同嘛 要投给我嘛 都是一样嘛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 我们桃园机场 因为机场在我们桃园嘛 桃园机场公司 因为疫情的关系哦 我想他的那个营业额也达不到我们的预算嘛 是不是 那我希望部长哦 这个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嘛 希望能够给他支持一下我们的桃园机场公司好不好 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纾困重复领 为什么 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你当初没有跟劳动部那勾气吗 不是 我跟委员讲 比如说我们对于计程车哦 我们是一个月一万然后领三个月嘛 可是劳动部的是一次领三万啊 公路总局也有啊 公路总局也有啊 他就后来也去申办了劳动部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勾机啊 我不认为这个是恶意 因为他可能觉得早一点拿到三万元比较好 那因为我们的政策也是滚动式在修正嘛 后来参考交通部的时候 用到经济部劳动部 都比照办理 甚至有些还加码 这个时候难免前面登记的人哦 他会觉得说身体就先好了 一次三万块 能快一点就快一点吧 或者是说哪一边比较快比较快他不知道 他就两边都申请 那有些是车行 那你毅林呢 毅林你拿的回来吗 追逃的回来吗 每一个都拿的回来 因为这个都可以 局长可以吗 我们现在已经 因为你公路总局很多啊 那个啊 我跟委员讲 我们有啊 但是 官方局也有啊 我们大概有一定的件数 没有所谓的很多啊 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把它搅回了大概一百五十八件了 你有五百六十三件耶 重复的 我们总共重复大概是四百九十五件啦 是 也差不多啦 对啊 所以我们大概也已经把这个一百五十八件追回来了 所以这个 呃 请民众把义林的这个 呃 搅回来 这个没有问题 对啊 你要好好跟他讲 因为他前面领了 后面又 他又去别的地方领 有没有 他有重复义林的行为 你要跟他们讲 哈 那今天如果是消 发放消费券的话 每个人都有 应该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哈 那另外一个 观光局呢 好 观光局也说明啊 你也很多啊 是跟委员包 观光局有去 你的 导游领队啊 这些人啊 对啊 是不是有议领齐齐 一百一十位 一百一十位 只有十一位啊 是有 有议领的 对啊 已经追回了 已经发放要追回 一个都要 每一个都要追回来 好 其他的都没有发款 这个啊 一定要公平公正的 哈 这个一定 该领多的一定要追回 这是国家钱 这是人民的纳税钱 哈 没有错 你不能说一个人 领了双份 所以说勾气是非常重要的 哈 那你今天事后很多人都讲啊 你钱给人家要再追回来 是很难的 要回来是很难 借钱很容易啊 你叫人家还钱是很困难的啊 是不是 这个比这个例子哈 另外一个防疫旅游团啊 这个现在是 我们 江湾部在推了嘛 筹备防疫安心旅游 哎 部长你一个人这边 跟一个熊在那边 好像蛮无聊的哈 那个防弹少年团 你有没有看过 韩国的这个 有没有看到 哎 我设系一个哈 嘿嘿 CDC防疫五月 五月天啊 嗯 这个疾管署副所长 罗副所长 你请你来一下 哎 你可以当团长啊 哈 你现在很红啊 嗯 帮我们交通部啊 有没有啊 用一个那个防疫旅游团 那个 副所长 你认为 呃 呃 会回去请示指挥官 指挥官啊 哈哈哈 你看我把你们这五个人啊 有没有 啊 然后 跟我们部长一起啊 我们的包 我刚才部长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是要对旅游嘛 是不是 旅游大国嘛 防疫大国完就旅游大国 对 是不是 我们把旅游要做好 台湾是一个 旅游的一个好天 好地方哦 那我希望哦 要有你这一次 的那个防疫期间哦 做得非常好 副所长 有没有 有你带头哦 跟我们 那个 那个顺时中部长哦 讲一下 我们一起哦 来推动我们的 这个旅游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你哦 请坐 那部长 那现在我们 那个 防疫旅游团有没有 那现在人多的地方有没有 你是说五百个人以上 就可以 那现在 我们职棒开始 有没有桃园一个职棒 你也知道吧 有一个球场 那现在要千人以上 这防疫要怎么做 千人以上聚集啊 看球的时候 开放了 应该是开放式的 而且固定座位 没有关系 只要戴口罩就好了 他就是 保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了 这些规范 我想啊 这个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哦 对 其他国家哦 像欧美有没有 他们还是 很怕 不像大陆有没有 他们开放 他们还是认为啊 这个 没有疫苗啊 有没有 没有办法去 去这个 马上去处理这个 疫情哦 他们是非常担心的 他反而比我们之前啊 更担心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这 零确诊这么多天了 有没有哦 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 也不可以 是 我觉得 这个人多的地方 我们还是 政府单位还是要宣导一下 嗯 这个对民众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哦 是 那我们1968就是 我们旅游的阶段嘛 就是人潮警示APP嘛 那现在还有吗 还有像这样 有没有 零确诊这么多天 很多人 我看 外面都是 很多旅游地方 有没有 我也到外面去看了一下 诶 吃饭大家不戴口罩了 哦 那社交距离 有没有 他吃的时候 已经拿下来 没吃 进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戴口罩 嗯 然后在 那个外面的时候 有没有哦 户外 有没有 近距离的时候 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是不是 我们1968 还是要发挥他的功能 APP还是要继续做 有没有 有 应该没有问题吧 1968APP 这一次 我曾经讲过是美丽的误会 所以本来是为了控制车油 还是要继续嘛 现在对人流也有帮助 那要维持它的精准度 就是让大家可以旅游的受参考 那 这个参考还是要 我们要让1968 发挥它的作用 发挥它的作用 甚至我有跟同仁讲 去规划1968APP的 防疫旅游团 好 谢谢部长 部长 请回 那些曾经被点名的 让它可以啊 这个 让大家看到 其实是只要做好 防疫是非常安全 是没有问题啊 好 部长请坐 那泰铁局局 那我们后天就开始那个 我们车长就要配那个防身喷雾嘛 是 是 还要练什么 石兵操演防身术吗 那个是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领取的人很少啊 领取的人很少啊 这个防身喷雾啊 因为之前 我们也有征求同仁的意见 因为车长呢 本身呢 还是以服务旅客为主 那当然他们也没有受过相关的一个 维安的训练 你要怎么做 是 所以我们后续 因为天然铁路法修正之后 我们针对 维安的部分 我们会 来想定一个计划 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同仁 你要发给人家又要缴回 人家怕疑似又要赔 你不如一个人给一个 配一个 好不好 谢谢 这部分我们会来规划 规划一下 是 好 谢谢 现在请邱显志委员发言 主席我想请台铁局 请张局长 请张局长 居长早 我也好 好 居长 我今天想要跟你讨论 这一个铁路安全的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这个花莲的这个维修列车 有发生推撞嘛 然后高雄的平交道 因为平交道事故最近也 应该发生了好几件啦 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来 防免 然后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这个状态 那花莲维修列车推撞这个造成 七个员工的轻伤 那到底这个 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吗 有 对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想跟委员报告 对 这个是我们在断内 对 也就是在这个维修库里面 对 车辆的移动 对 因为维修之后车辆都要移动 对 所以说是由我们的检车员 在移动车辆的时候 对 这个操作不慎 所以这个检车员 他并没有这个驾驶执照嘛 呃 他不需要真正的驾照 因为他只要有 他不需要真正的驾照 他要有一个工作证照 那这个库内吊车啦 像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他不需要驾驶执照嘛 那他又要捡车 那他又要去 这个调动这样的 库内调动这样的车辆 那如何能够 想免说以后再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因为这个状况 事实上你也造成了 7个员工的轻伤嘛 是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在维修库里面移动 对 他其实最重要就是 他速度要限制 对 所以他不能超过10公里的速度 他不能超过10公里的速度嘛 也就是说随时都可以停车 但是问题是库内吊车 他不会有ATP嘛 应该是不会 对 对啊 那这个怎么办 因为如果说你实际上的速度 也还是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 包括 对 有这个 他的这个主管 同仁 所以我们都要相互瞭望 对 那如果发现他有这种速度太快的时候 我们应该随时要给他纠正 那这个我想请教 他个人的一个操作不慎 那这个是不是说 列车为什么开进这个地方 是因为转车器的方向有问题 是不是 还是怎么样 没有 对 他这个 跟转车器没有关系 跟转车器没有关系 那是在同一条路线上 你的了解是 纯粹就是初步他司机个人的问题 是 那之后 可能你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他车速过快 那是不是能够提醒他这样吗 对 我也会要求他 因为这个是 这个本来我们在 我们的作业程序 标准作业程序里面 就有原格规定 就有原格规定嘛 是 好 那这个应该要特别 这个违规行为 是 好 那这个应该要特别注意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平山巷交流道 这个 平交道的这个事故 那司机也很严重 卡在这个驾驶室嘛 是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目前 你看这样的状况 它看起来就是 直接 撞到这个卡在 平交道的这个 车子嘛 是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那目前台铁 到现在 还有多少个平交道 因为我知道你有高架化 有地 这个地下化 那有还有多少个平交道 目前我们还有 400多个平交道 还有400多个吧 当然就是说 你这个是有越来越少啦 从民国75年 800多个 一直到现在 看到这个统计数字是 420 到107年是421个 那现在应该又 可能又有再下降 因为随着这个 立体化很多 立体化的工程 我们也会 逐步的减少啦 对但是你看喔 这个你的平交道的造势的件数 一直到2019年 还是有18件 那还是有造成这么多的 这些人的死亡跟受伤啦 那我想请教局长就是说 那因为驾驶 他在这一个铁道上面驾驶 他不会知道说 有 这个 比如说 像刚刚这个 这个货车 卡车 在这个平交道上 那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可以知道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方便 的装置 比如说 在平交道如果有人侵入 或者是他们 会影响到平交道的进空的时候呢 对 首先就是要去按警铃 按警铃嘛 要有人按嘛 要有人按 那然后呢 还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的 驾驶员在开火车的时候 他一定要注意前方的情况 好 但是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你除了按警铃之外 你还有一个自动侦测装置嘛 是 就是说应该是只有这两种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 就是应该这两种嘛 一个就是有人去按那个按钮 是 啊一个就是自动侦测嘛 那自动侦测 或是按下 这个紧急按钮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你就会 通知方圆两公里的列车嘛 然后这个列车防护无线电接收器 就打到这个驾驶的 列车防护无线电这个地方嘛 然后他会显示出 警示音 他会显示出公里数 跟哪个平交道有状况 大概是这样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看刚刚那个状况 显然 这个驾驶没有被知会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可能我可以理解 就是 没有人去按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警示灵嘛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自动侦测这个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如果有 打到这个 这个方圆两公里的列车的话 他应该就会 两公里是足够他 可以刹车嘛 对 那局长你觉得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我们这个平交道的这个 对 这个位置 有时候会考量到路线现行 对 那现场也有弯道 对 一些障碍物 那当然我们这个障碍物 所以你这个 事实上你 对 我知道 所以你有新增293处嘛 是 你换了一个新的侦测系统 是 那我要问的就是说 你的这一个 侦测系统 新的 这293处 那等一下来讲 就是说为什么装293处 我要问的是说 你应该是说 预估110年才完工嘛 所以现在陆续在装 然后 到110年底的时候 根据你们的新闻稿是说 110年底会全面启用 对吗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 你的这一个 新的这个装置 假设110年才能启用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个平 这一个高雄这个平交道 它没办法花出这个 政策的 效用 为什么 就是说新的是110年 我知道啦 那现在 它是不是有装 有装一个旧的 还是怎么样 还是装新的 这个部分 我跟委员报告了 其实 平山像这个平交道 我们所有的 保安装置呢 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运作的 是旧的 还是怎么样 对 这个还没有换新嘛 但是它 旧的设备 它所有的保安装置 是正常的 它只要不闯越平交道 所以你 你确定这个 我跟你讲 局长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说 我根据我的讯息 部长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 根据我的讯息是说 因为你装了这个新的 你陆续在装这个新的 结果 你把这个旧的 拆掉 然后导致说 它还会发生它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可能你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 现在看起来 这个车子直接撞上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按领 没有按领我可以理解 就真的是没有人去按领嘛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自动侦测 那事实上台铁在这个部分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嘛 因为司机是没有办法看到两公里以外的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你有一个自动侦测 那是不是因为 你现在在装这个110年的 新的 这293处 结果 你先把这个旧的拆掉 而导致说 现在很多的平交道 陷入到这样的状况 没有自动侦测器的状况 这个跟委员报告 这个平三项的 我们同仁的回报呢 对 是并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委员提出来 我们回去会想查 那这样局长啊 因为确实 你这个说法跟我 这个从其他的管道得来的消息 不太一样啦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报告 或是给文匯一个报告 你去调查一下 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你就是真的要非常注意 当然 因为如果 不然的话 这司机非常冤枉嘛 司机还卡在这个 这个驾驶里面 驾驶舱里面 那如果说你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 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势必要 要有两个解决方式嘛 一个要嘛 你就是旧的也要能够发挥效用 一个就是说新的 装了之后 就要能够真的能够用 是 否则的话它就有一个空窗期嘛 对 理论上我们在装新设备 不可能把现有的保安设备 可以让它停用 好 所以刚刚委员讲这个 我们回去会想查 那你就是了解一下 那之后能够给委员会 或是给我们一个报告 然后能够确保这些平交道 也能够 这一个驾驶 不管是驾驶也好 或者这些用路人 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 好的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李坤哲伟发言 谢谢赵正宇主席 请一下林部长 还有高铁江董事长 台铁张局长 张局长 以及公务总局 陈局长 陈局长 观光局 张代理局长 好 部长您好 好 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 现在政府逐步的稳定的控制当中 当然 我们也要在考量相关的防疫 以及安全的状况之下 逐步的让民生 以及相关的生活 产业旅游 逐步的来恢复正常 那现在 呃 林部长也逐步的在推动相关的 防疫旅游 安心旅游 到第三阶段的 开放国际旅客入境的旅游 那 首先我请教一下部长 我们对于筹筑国际观光联盟 部长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针对防疫安全 相对安全的国家 像日本 澳洲等等这些国家 我们 有初步的规划吗 来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是 呃我们也有透过外交部 去接洽 因为那些国家自己也在筹筑 比如说纽澳之间 那 如果 能够防疫做好 那是由这样一个比较干净的 呃 就防疫比较成功的地方 呃 来进行这个呃 呃 就是旅游啦 就是人流的这个移动 大家可以 我想 呃都很安全嘛 现在 初步的构想游了 那 在逐步的规划吗 就是 就是在评估 好那也透过外交部去接触 那当然我们大概知道的就是纽澳 像日韩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 在于防疫旅游的一个规划 以及安心旅游的一个相关后续的一个推动 是 那我们现在 现在 也办理的 在面对 武汉肺炎 对旅游业冲击之下 我们也办了 对于 短期的 培训辅导计划 让这些饭店 观光旅馆的业者 从业人员 以及民宿业者 及其从业人员 还有相关的领队导游等等 也都给短期的 培训辅导计划 当然 除了短期培训之外 也加强防疫的观念 以及接下来的防疫旅游 都有在我们相关的规划里面 训练里面 那这高达20亿的预算 也要有20万的 这样相关的从业人员 希望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个辅导 那这些 我们的人才培训 跟目前的这些 防疫旅游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的状况是如何 我先请教一下张局长 来说明一下 张局长 跟委员报告 委员关心的那个防疫旅游部分 基本上没有错 我们就是从人才培训里面 目前参与的部分大概有6万多人 从那边第一批的话 我们尽量能够让5万到6万左右的 从业人员都能够参与 这样的一个采线活动 那这些采线活动 并不是说去采线完就没事了 就是还要 就他所观察的一个观光之眼的状况 去做好盘点 然后融入 这个防疫旅游的概念 部长这个随时都要 滚动的检讨相关的人力 人力的培训跟防疫旅游 接下来安心旅游的相关的结合 另外 那我们也要协调跟召集相关的旅游业者 旅游业者 我们来开发新的旅游行程 以及新的活动的内容 因为防疫旅游跟过去一般的旅游 终究是不太一样的 那也必须要了解相关业者的新的需求 来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防疫旅游到安心旅游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当然是让我们这些已经参加人才培训的学员 他可以户外教学 就是说 他可以实地去体验 第二个 顺便帮我们进行体检 因为时速游构型 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观光产业 互相的观摩交流 这要做功课的 作为未来 我们后续有前瞻2.0观光的补助 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大体检的基础上 第三个很重要是让大家有生意做 如果一旦这个彩线团一出来 旅行社、游览车、饭店 还有带动这个所有观光周边的产业 就会赚钱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认为这样的点火 那因为要确保防疫安全 所以我们比较保守一点 先以观光业这30万大军 作为我们的防疫旅游 那业者也可以提案 我们封管处也有区域观光的路线 还有未来的这个包括国际进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参考这样的规范 所以 部长要随时的督促 那部长啊 至军严谨 而且啊 对于防疫 以及这些政治交通部相关的应变措施啊 都极其的追求效率 而严格的督促 所属的这些交通部各单位 这是应该要值得肯定 不过对于观光局啊 我希望部长啊 应该给予肯定跟鼓励 因为观光局的业务繁重 从过去的软冬旅游补助到面临疫情 有相关二十万的短期培训辅导计划 还有相关的旅行社饭店 相关的防疫旅游安心旅游整体的规范 第一个人力是明显不足 第二部长应该也多于鼓励 好我们接下来讨论 除了这些防疫旅游安心旅游 还有整体的未来的国际观光联盟相关的规范之外 我们对于国内的大宗运输系统的安全 啊我们必须啊更要加强 因为双铁它代表的是国民旅游信心的一个恢复 以及啊对大宗运输基本酝酿的一个维持 这都是啊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现在啊我们对于红外线的这样的一个热政策语 我先请教一下江总市长 十二个站 红外线的热政策语都早已装置完毕嘛 那我们对于相关的减半之后 我也要求高铁公司必须相关的人员 要加强他们的防疫的训练 然后也要加强他们的每个班次 啊在出发跟结束之后都要消毒 深度清洁 然后晚上收班也要深度的清洁 是 好这个部分都有在实施嘛 有 好台铁 台铁比较辛苦一点 台铁的人力比较缺乏 我们相关的红外线侦测椅现在装置情形 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在三十七个大站 有四十七部的红外线的侦测椅 那这个涵盖了将近九成的韵量 那其他的小站是用人工来量测 这还是一个问题 因为台铁的车站 包括特等站 一等站 二等站 三等站 简易站 招呼站 是 我们的小站非常的多 是 那相关的 防疫天使 这样的一个人力配置 还是很需要的 是 那我们相关的 也要请部长督促双铁啊 针对 这些 防疫的措施之外 还有 防疫的物资 洗手的设备 洗手的用品等等啊 这个 都要去加强 因为防疫的新生活运动 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有适当的场合 还是要戴口罩 以及啊 配备相关的 这些防疫的物资 这 这都是防疫新生活运动的一个前提啦 还是要去做注意 那 这个部分啊 请站局长还要去加强督促 有关于小站的部分 还有防疫物资 洗手的用品 还有防疫天使的人力配置 都必须啊 要逐步的去加强 所以我们都会做到位 谢谢委员 现在双田 除了说 恢复国民的旅游信心之外 游染车也是一个问题啊 不然我们的防疫旅游 安心旅游 也要逐步的将游染车纳入 那游染车相关的规划 这个陈局长你责任很大 我们对游染车游染的 接下来要启动 让民众有信心 我们初步的规划跟作为是怎样 必须要给业者 跟民众有一个可以遵循的 一个基本的规范 陈局长说明一下 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疫情来了以后 相关的防疫作为 其实游染车并没有缺席 我们的防疫作为 七千多间 分布在六都等 当然随着现在我们疫情控制住 其他住宿率就下降 那当然我们也 这些都是我们经过 可以说是很好的 他们的一个 有个经验 那有关于医事人员 那个部分 我们就是也在扩大办理 因为他们要就近 在医院附近的办理 好这个请部长 我们对防疫的医护人员 表达最大的敬意 也应该给相关的旅宿 住宿的一个优惠 是 好谢谢 谢谢赵正宇委员 现在请傅昆琪委员发言 请林部长 请林部长 诶部长 喂好 刚刚毕业照拍完 诶对 又新的任期又开始了 恭喜啊 还不知道 我们一起为台湾未来的交通 以及观光发展 一起再来努力 好不好 好 首先 这个昨天看到报纸 可能近期就会开放 国外的商务人士来台 这个消息有明确吗 这个是指挥官有表达 就做这方面来进行研议 那 明确实际上还没有 还没有 那因为商务人员他本身 就促进经贸嘛 有他的功能 另外就是说 他当然个人也很重视 防疫 这一些 那进来要不要14天的 这个就涉及到他的 我们的疫情 和发展的状况 是不是有快筛 或其他的 这个配套 这个部长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要请部长 提醒苏院长 进来的人 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的防疫做得很好 我们内部现在没有太多的问题 现在担心的是国外进来的部分 所以国外进来的部分 是不是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来做好防疫 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要执行14天的防疫 14天的隔离 好不好 以确保我们防疫的成果 不要在一夕之间又破空了 好不好 那接着 现在我们的防疫安心旅游 请问部长 我们现在比较具体的做法有哪些 我们现在以防疫旅游就是 美化座啊 这些运输车量我们都了解 是 具体怎么样振兴 就是我们时间大概抓5月下旬 会启动第一波的防疫旅游 那一方面有旅行的这些工协会提案 他们最了解这个产业嘛 差不多时速有够行 那我们也会规划 比如一封管处 有一些优质的旅游路线 那这个就是所谓彩线团的性质 那一方面这三个部分嘛 一个就是谁来办 然后去哪里去玩 还有哪一些旅客 对花莲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做法 哪一个 对花莲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做法 振兴 我请我们局长 因为全国性的花冬一定是我们一个重点 那边是 应该是最让大家放心的地方 报告委 在彩线里面 有全国性的 北中南东都有这些团会信 那目前我们是有旅行工会 从全国旅行工会开始 到我们旅馆工会 都会来参与 那学员的 我们观光局 能够在主要的 台湾的观光区 像花东地区 南头 这都是最主要的观光区 也是这一次疫情受灾 受灾最惨重的地方 是不是请部长 这个哲成局长 能够到地方啊 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座谈 既然五月底要上路 那是不是 对地方的整体的行销配套 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要我们做了以后 中央相关单位执行了以后 地方又没有感受到 不要有这种落差 我跟委员说明 我们会以观光圈 有区域观光联盟 我们来促成它的发展 那一方面是有经验的这些 这个跟观光相关的旅行 旅游乐业 他们组成的产品 这个我们会来补助 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以13个国家风景区 跟周边的地区 来作为一个产品 那由我们风管处啊 来去把这些优质的旅程 把它也来采现 所以这样子交叉 我们有全国性的 时间比较长 又比较地区性的 那交错之后 我们大概判断一到三个月 把我们的防疫旅游的经验 把它弄成好的指引 提供 扩大全国安心旅游 就国民旅游的时候啊 可以作为一个准则 是 因为谢谢部长 因为您提到五月底要开始第一波的 第一波的振兴 那是不是啊 对地方的协谈的部分要尽快来 因为不只是我们观光产业 在很多观光区 其实都是农业县 是 跟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伴手礼 这些我们一个套装的地方 可能要尽快来协谈 我可以补充一点 比如说这一次参加我们的 防疫旅游团的这些学员 就是先前有参加人才培训 其实都是我们的种子 也是我们的老师啦 他这个教学相长 透过户外教学的旅游 那把这些做体检 那也能够就是 作为我们下一波 其实在改善所有我们观光景点 这些产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包括补助 包括一些观光的旅游的基础 那个部长 补助的部分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由各縣市政府 来执行 可能跟交通部 一起来合力 他的力量相加总 会对整个振兴的大爆发 就是我们观光圈的概念 就是以地方縣市 是有正面的 所以 握有补助权的我们中央的部会 能够 多所考量 跟地方政府一起来整合 我想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们现在 苏坤1.0跟2.0 在整个观光产业的部分 我想部长你可以看一下 是 我们1.0 这个142.67亿 2.0 275亿 总共417亿 但是我们看一下成绩单 现在观光产业的部分 169亿 执行进入只有12亿 5000多万 执行率有7% 陆运产业 总共81.86亿 执行只有34亿 总共41亿 海运 航空产业 当然航空产业的贷款的部分 那500亿 几乎都执行完毕了 我们了解 但是呢 在整个纾困的部分 这个执行率啊 部长 真的是啊 有待加强 所以说 我以为这个数字是有错的啦 没有关系 因为你那个分母 不能拿总预算 我们有有从防疫纾困到振兴 那要分歧啊 那你现在把那个分母 放在第一阶段 那当然这个就会激势 那个部长 没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整个哦 我们的执行率是58.16% 这个数字我再请同仁 部长 在我 在本席认为你是 80分以上的部长 你刚刚 这么强烈的声明 只有执行率要到50% 还是只有一半的部长 这样不行的 没关系 我们数字的落差 我们是在讨论 今天确实 纾困的部分 并没有完全来执行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现在举例来讲 好 这个本席今天又问了一个经济部啊 嗯 我们想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做得很好 但是在整个纾困的部分 以及为了要怎么振兴 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尤其振兴 现在苏院长 整个内阁 跟民众 几乎啊 太多太多的沟通协调的管道 是不顺畅的 所以今天推的政策 明天要改 明天推的政策 后天要改 一下库碰券 一下电子支付 一下振兴券 一下通通没有 好 我们看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部长啊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到现在还莫衷一事 真的是 把防疫的成绩 很可惜 因为呢 政策的部分 吵吵闹闹 结果 大家做的 大家都不满意 那何必呢 所以呢 我觉得 沟通啊 跟国会好好来沟通 不要这方式 推出来以后 一直没有办法执行 民众怨声士气 所以啊 部长 我们建议一下 尤其是您负责整个 国内的观光大计 部长是不是啊 像以前行政院 超收了很多预算 都发给各县市去执行 我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编了 这么多的预算 要来振兴 只要一个县市 5到10亿 全国发下去 可能150亿 由地方自行去处理 跟中央报备 要怎么样来振兴 其实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呢 我们一个团队的 思考逻辑 跟所有地方 local团队的思考逻辑 如果能够整合起来 大爆发的话 是对整体的振兴 是有正面的效果 是不是 再请部长 跟院长来反应 大家集市广义 就中央地方 共同承担责任 推的方式 大家都能够接受 好不好 好 那荣沽啊 与共 大家一起来 振兴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现在请陈雪生 召委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是不是请林部长 請您部长 部长早 委員早 聽說你早上去參加 畢業照 是不是 內閣總辞 啊 總辞完之後有照相 不過我看您 來這邊笑容滿面 因為委員會安排 我又來備詢 雖然我現在總失蹤 準備要開學 但是也還是要 每一天都要堅守崗位 下次開學還要繼續努力吧 嗯 好那今天呢 我看到這個 張露木的報告啊 就是防疫新生活嘛 是 防疫新生活 大概 全國啊 各些事都談到 但是金門馬祖啊 沒有談到 那我們現在金門馬祖 希望 希望 能夠解封啦 齁 當然在霍輪的部分 霍輪的部分 本來金門那邊就沒有解封 就沒有 就沒有把它封掉了 那馬祖霍輪為什麼封掉咧 馬祖霍輪因為是 船員啦 如果過去的話 沒辦法在船上睡覺 齁 所以這個是個問題 所以這個拜託 是不是能夠援引 民航局啊 的相關的規定 但是我們卻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要請航港局 這邊啊 再幫我們努力 剛才這個 副困局委員提到 紓困啊 真的交通部 成績應該是表現非常好的齁 我們在我們金門馬祖地區 大概只有民航局 還有交通部觀光局 齁 齁 那再來就航港局 速度最快齁 當然一下貨船的部分 呃 它不是固定的航班 我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比照啦齁 因為現在我們那邊 因為它天天都在跑啊 天天都在跑齁 齁 我們馬祖的老百姓也都遵照政府中央的規定 那麼地方政府也完全配合 跟對面等於完全就中斷了齁 那中斷了這兩天啊 呃 因為疫情的舒緩 我打掉給福建省的領導 嗯 還有福州市的領導 雙方都有意願 但這個權責不在我們地方 齁 齁 所以我今天特別在這邊 質詢部長齁 齁 我希望就是說 呃 怎麼樣能夠逐步的解封齁 齁 那剛才貨船的部分我已經講了 現在就是有關福建對面的情況啊 呃 目前 欸再來 目前大概 欸不是這一張 現在統計齁 台灣大概確診 440人嘛齁 那至於372還有7個人死亡 福建啊 福建356人確診 354人已經出院了齁 已經出院了 那麼 一位死亡齁 一位死亡齁 一位死亡 那馬祖是零 齁 零確診 金門也零確診 所以在這個 時機點有沒有 倒還不錯 來下一張 那目前呢我們希望就是說 小山東客運解封日齁 也就是滴日齁 滴日不是地方政府決定 是我們行政院中央政府來決定齁 那第一個階段呢我們希望 那第一個階段呢我們希望 金門馬祖 客運解封齁 這客人寫錯了 客運 包含了 人船跟 人員齁 客運解封 那不中轉 齁不中轉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陸沛 還有台商中轉 齁 因為這個要請疫情中心那邊去核定 是 那這個權責也不再交入 我拜託部長啊 嗯 把我們的案 回去交給航空局研究以後 好不好 研究一個備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備案不等於是對案的備案 齁 那福建省談判王寧主任跟我講齁 他說 這個解鈴人還要蓄鈴人 因為兩邊現在官方沒有在談判 齁 所以我有跟他們講 可以的話 由地方政府報個 報個案子到中央來齁 齁 我們就派專船 齁 特定的人員 我們到對面的碼頭 我也跟 中共講了齁 到對面碼頭 我們 不入境 或是他們出境 或是我們出境 齁 齁 那麼就在 碼頭那個地方我們會談兩個鐘頭以後 我們就回來 齁 齁 因為這個第一日我們決定以後 也要他們 共同來會商決定 當然這裡面 不只是馬祖 還包含了金門齁 齁 金門那邊你看一些 除了 航空事業之外 觀光產業受傷非常嚴重 齁 齁 據我了解像 採檬啊 還有那個那個哪裡啊 收成潭啊什麼 聽說一個月損失1億多啊 所以拜託部長 除了 在那邊一些租金啊 給他們優惠的一些措施之外 那你紓困2.0啊 也希望能夠把它納入 齁 因為你現在不去給他紓困 你到振興的時候 他已經死亡了 你怎麼振興呢 齁 你想救他都沒機會了齁 齁 那麼下面還沒有 還有哪一張沒有 沒有了齁 齁 那部長齁 是 我覺得這一次 防疫做得很好 紓困真的很糟糕 交通部在 林部長領導之下 當然底下 你們幾個局長齁 都非常的稱職 都非常的稱職 所以交通部 在我們院裡面啊 委員攻擊 攻擊的比較少齁 倒是有一些經濟部啊 財政部啊 反正不是這邊來那邊去 還有勞動部啊 我們都搞得不傻傻齁 你不過辯明嘛 這個實在有問題啦 所以這個小三通的解封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馬祖還小啦 馬祖還少 衝擊比較小 金門的衝擊面很大 金門的衝擊面很大 那我們馬祖老百姓 在那邊有的要收租金啊 還有一些陸配要回去探親嘛 對 還有商務的中轉齁 當然台商的部分 這也由疫情中心那邊去決定 那我拜託部長啊 在這一個部分啊 能夠協助齁 剛才另外講到一個貨啊 貨 我拜託部長 跟航空局局長那邊研究一下看看 因為我們的貨每天都在跑的齁 它當然 雖然它是非固定航班 那我建議就是說 我們縣政府啊 我們縣政府願意就是說 來證明 它大概 每個月跑的燙速赤速 現在你看貨關了以後 他們 每個月也要付幾十萬人事費啊 那這個 這一個公司如果讓它倒的話 以後這個 這個貨船就沒有了 沒有人做就中斷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 所以我在這邊請部長能夠幫忙 當然 也恭喜部長啊 我想 你又繼續留任了齁 這個下一個會期啊 我們繼續在這邊繼續共同來努力 好不好 麻嘴也需要您 不只台灣需要您 好不好 這個大家一起 拜託了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現在 請陳樹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武安 我們都知道這一次 武漢肺炎疫情 對於世界各國的經濟 都造成極大的一個衝擊 那我們也看到 因為在這個受到衝擊之下 這個經濟都衰退 但我們也看到報紙有一個報導 就是疫情重創中國的經濟 然後GDP重挫6.8% 是28年首度負成長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中共的領導人 這個習近平 他也在疫情發生到現在 他適度的離開北京 下鄉去 那積極的希望去宣示 中國這個經濟全面 啟動這個社會經濟的這樣子的 一個現象 那 本習在這邊想要請教就是說 在這個中國重啟經濟 他們也是希望趕快恢復這個經濟的狀況 那我們也知道說過去就是一直有存在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很多這個大客車的車體 就是從中國大陸引進來台灣 那這也是很多委員一直在關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舊部長所知目前這種狀況的現象就是還存在嗎 就是當然經濟部有相關的規範 對於這些進口的車體 到底什麼樣是符合規定 那 就是 整車不能進來 那以零組件 那至於說拆成幾片 然後或涉及到的組裝 等等 還包括電動車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還是以就是說 對於國內產業 我們希望能夠扶植 可是對於有一些大概經濟部認定是開放的項目 當然我們也是配合辦理 對 那 我們現在擔心的就是這個 就是 他們如果說大舉的化整為零 進口到我們台灣 那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車體業 就是 車輛的製造業 勢必也是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一直在 這個前瞻基礎特別條例 這樣子的一個利益 就是希望能夠 扶植我們國內的一個產業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本席也是支持 限制這個中國 自中國進口這個車身及五大部件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也是基於這個安全的一個考量 那最近本席也接到這個 有業者在反應 陳情 就是說我們交通部 有意來修改 這個法令 就是說要求這個車身安全的審驗 要求要業幣歸會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一個新的規定 我想請教養部長 就是說 要修改這樣的一個規範 的目的在哪裡 這個我請我們 司長也做個說明 不過就是 業幣歸會當然是一個 理想 不過就是說這產業的發展 我們一方面要扶植 可是也要符合市場的需求 那個涉及到供需的價格 那到底什麼樣的核心技術 或者是說項目 這個有一些 比如經濟部 他基於他專業的判斷 他有對全世界適用 那這個部分之下 當然工會會希望強化他自己 對於會員的代表性 可是工會的代表性 是不是真的能夠符合 整個車體市場 未來的一個發展 這個我想都是很政策性 那至於說 相關的這些 業幣歸會 相關的規定 我請我們司長做個說明 請司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依照工業團體法的話 就是民間的工廠 就是成立之後一個月內 要加入這一個同業的 相關的一個工會 那當然加入工會後 工會有相關的一個輔導 或者是就是說 站在這個資訊 比如政府的一些政策 資訊的話 的一個相關的傳遞 那不過就是說 因為相關工會的建議的話 因為他是要連結到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申請辦理 車輛形式審驗 那要經過工會的一個 就是說也要付 參加工會的這個證明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比如說的要求 因為會涉及到 法令的相關的修正 那我們已經就是說 有邀請相關的工會 還在討論之中 那所以這個目前就是說 我們會就是 聽取社會各界的一個意見 是 那我們知道 你剛剛提到這個工業團體法 那我們也看到他 這個第一條 他工業團體 可以以協調同業關係 增進共同利益 並模化工業的改良推廣 促進經濟發展為終止 所以就是說在 當然我們是基於這樣子的 一個原則 可是就是說對這些車體的 導造的業者 他們事實上還是會有一些 差異性 就是說車體業者或者是 拖車業者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很多的人民團體 會員之間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 可能意見不同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現在要求他們 全部加入一個團體的話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 好像交換部就變成 是不是就是會介入到 他們這個人民團體的一個運作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交換部 是站在這個安全審議的一個要求 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是應該是 站在這個安全審議的一個 一個要求之下 只要他們依照法令 進行這個審驗 而且他們是合格 就是說在經濟部登記 有案的一個製造廠商 或者是有具合格的工廠登記證 應該就可以了吧 那我們現在進一步要 跟他限縮在說 一定要加入會員 才能夠去申請審驗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 這是有點限縮啦 部長您的看法如何 這個涉及到 人民社團組織的形態啦 對 葉璧歸會是當然 在強大的工會體制之下 他是會壟斷這個代表性 那增加他談判的籌碼 那他也當然謀求會員的很大的權益 不過在台灣在民主化之後 其實走向比較多元化的社團組織 所以早期的一些法令 包括工業團體法這些 他在執行上當然 你要怎麼去強制大家 所謂要加入這一個工會 這個就會有一些 你沒辦法完全強制啦 但是用其他的政策工具 比如審驗或什麼 好像來賦予工會 這代表性的時候 他就會當然 比較容易去號召會員 不過現在的情況在很多的產業的特性 已經不是那麼垂直的 就是這種層級的工會組織 其實是多元並存 那有些規模大 他也不一定要加入 這是產生了非常多代表性 跟強制性的問題 這個是不只是發生在車體工會 我講普遍性台灣的非常多的工協會 都遇到這樣的發展 那我們是國家是有一點是 有點叫做 就是所謂團合主義跟多元主義 是並存的 那因此我們政府有時候 很難去強制介入 在招收會員 或者是工會內部運作的部分 尤其是交通部 對 那部長剛剛也都有講到重點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去介入 他們的一個運作 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還是 站在大的一個方向跟原則 我們交通部就是 掌管交通運輸的安全 我覺得說我們在這個部分 堅持住 就是要求這些業者 他們出廠的這些車體 能夠符合這個安全的審驗的一個法規 應該就可以了 有關於法令的修改 我們是尊重 因為最近還是大院的職權 這個是交通部準備要提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業者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所以在這邊也要建議 我們交通部要多聽取 這個業者的一些 心聲跟看法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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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許淑華委員發言 在許委員發言之前 做個宣布 那部長因為下午院長的約見 我們也謝謝部長 再尊重交通委員會所有委員的發言 所以到何欣存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部長才會離開這邊 好 現在請許淑華委員發言 好謝謝趙偉麻煩我們趙偉有請部長 請您部長 好謝謝部長尊重本委員會 我想這個紓困的作業目前 我們第一個階段差不多已經都快完成了 但是呢其實我們的整個的這個措施 還是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特別是呢因為我們這次的補助的單位 還有他的方式樣態都是五花八門 所以變成是說地方有很多的民眾會有很多的反彈的聲音 上個禮拜剛好是部長您請假 是由我們的黃次長在這邊代理您回答的 所以當時我就針對於現在有很多重複請領的案件 來提出做一個這個請這個次長來做一個說明呢 主要呢就是說現在因為有很多的各個單位 有很多是相類似的 那很多的民眾不曉得他是不清楚 或者是說他為了哪個快慢不一定 有可能是他也是想重複請領不知道 總之呢就是會有重複的情形 發生當時呢次長在這邊就回答我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審核的制度 那麼當時呢我詢問說 目前我們在公路總局的部分有多少件 是回答我是97件 可是實際上現在看起來的 我看到的數字是563件 加上我們在觀光局的部分 110件合出去的11件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光是重複請領的 有600多件喔 那所以就是說為什麼次長在這邊他是公然的謊報數字 或者是說我們整個交通部對於現在重複請領的狀況不清楚 因為我上次沒有在場 我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是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最主要是次長當時 因為這整個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相關的一個機制正在建立中 當時所出現的數字是如次長所說的的件數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建立的過程裡面 同仁相關傳輸裡頭還是有一些 在溝機上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它整個重整了以後呢 目前在遊覽車或計程車的重複的件數大概是495件 495件裡頭我們已經在這幾天陸續的追回了158件 所以現在大概有337件 現在同仁努力的要把這些款項給追回來 是這樣的齁 所以這個就是機查的不夠嚴謹嘛 再來我要講的就是說齁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制定這個政策的時候 本來就不應該發生這種多頭馬車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事後我們只能夠亡羊補牢嘛 那我現在我的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市長 部長 現在因為就是說不管剛剛講的 已經有追回來的跟沒有追回來的 現在您剛剛講說300多件 那齁就算是這300多件 這個還不是最後的機查數字喔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它後續還會有 你事後你會造成的這些人事成本 我們公務人員必須要再去追回的程序嘛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在審核階段 大家這麼繁忙了 你在事後你要再集合之後 你互相勾基之後你還要再去追回 行政費用誰要出 那哪個單位要負責 如果追不回來要不要行政訴訟 以前我們事後當然有重複的 我們就用機的方式去勾基這些資料 但現在可以預防嘛 它辦理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可以查核了 所以應該是不會說未來還更多的這種案例啦 那我也要做說明 其實是因為有一些措施喔 我們交通部先行 那結果後來其他部會喔 他也參考交通部模式去進行紓困 那這個時候對於當事人什麼最有利 這個有時候他會他改變他的心意 那有些是因為同步申請 我們本來我們在幫民眾申請時候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應該就是要幫他想好一個單位 就是讓他讓他從這個單位去申請 如果有更有利的方式的話 應該是那個部會先行 我們這個部會要停掉 因為我們現在變成多頭馬車 是一開始我們在制定的時候沒有做好嘛 現在協調完之後就不會多頭馬車了 現在是亡羊補牢 可是我就講了 如果後續的現在我們接著喔 部長我們還有是什麼工作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振興的方案 還有前瞻的計畫 那麼我們的同仁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去做這些的工作 我剛剛講的如果追不回來 還有包括這些的行政費用的支出 這個都是因為我們在政策的源頭沒有抓好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在後續 我們行政費用不斷的浪費 跟我們第一線人員的吃緊嘛 包括我剛剛講說 不過我跟委員說明 有時候紓困向救火寧可快 那當然會有一些重複 那我們就來改善 可是當時是希望最快的時間發出去 不然如果以一般公務機關的審查 那個拖很久啦 也是會有另外的傷害 那我們來改善 你剛剛講說我們當然就是 我們希望第一時間讓民眾可以清零到 所以要快 所以一開始我就講說 我們現在就是亡羊補牢是沒有錯的 是 你剛剛講就是說現在 因為一開始我也問過我們同仁在第一線 有沒有這樣的能 人力嘛 你們說雖然人力吃緊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樣的量能可以去消耗掉 那所以呢先前我們看到呢 我們有一些的 你說這個撥款也塞車 執行率也只有一成 就吊車尾 當然你有要求我們觀光局這邊要全力去動員啦 包括你13個這些的 封管處 封管處也在做 可是實際上就是說 你在三天之內提高了五成六的一個效率啦 那當然就代表說他既有原本的業務 他就必須要放下要全力去做嘛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內部連我們人力資源的省度 其實都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都不是那麼難練 都能夠造成這種狀況 那你未來人家推動很多的政策 那會非常吃力啊 我跟委員說明 比如說以我們公路總局 他負責運輸業 計程車跟遊覽車 兩個禮拜完全發下去 雖然有一些可能要做一點 這個 這個 事後的 因為是預波制嘛 有一些 但是你看觀光局他用過去的模式 雖然我們也不斷在改進啦 歷史的擴大國旅 後來效率越來越好 所以觀光局他卡在哪裡啊 他對於所謂艱困企業 還比照經濟部去認定 還要很多資料 我說哪需要認定 觀光業就是海嘯第一排啊 就是適用 原則上要同意 如果有特別的例子 我們才做保留嘛 那這樣子所有的案子就合格了啊 資料都不用了啊 但是他要切結啊 付法律責任啊 所以很多是行政過程裡面 過去的做方 做事的方法 沒有讓 就是從一個 就苦民所苦跟疾民所疾啦 那公務員喔 因為他有責任的耶 他這一筆錢出去啊 誰簽著啊 他未來的 主計單位會究責他 所以我們上面要來擔這個責任 當然當然 所以簡化程序 然後放寬標準 然後承擔責任 這個時候三天就把前面塞車做完了 那人力的調度啊 各方面 那我們也會檢討經濟 以為這個資料建立了 我們以後就不要再重複去填寫一堆東西啦 反正因為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的振興的計畫要推出了 所以現在尤其在人力的部分 還有幫我們計畫調整內容 不要再讓現在的狀況出現 那最後我要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這次有推出了就是這個 第一階段的防禦旅遊 然後第二階段安心旅遊 第三段是國際入境的旅遊促銷 那當然主要就是說要有一個採線團啦 那當然我們從公務局這邊拿到之後 我們會請觀光的這些工協會 然後他們來盤點所有的 我們島內的各種的不同的資源 然後透過各種景點的採線 然後搭乘運輸工具到入住民宿 然後還有很多的熱門景點的防疫作為 然後讓我們的觀光業者出去 先走一遍之後來進行反饋嘛 那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就是讓我們的產業的相關人員 他們出去走一遍回饋過來 有時候我們對內複雜 但對外我們盡量講的簡單一點啦 就是說因為簡單講就是 其實就是從業人員出去走一遍回來嘛 但我在這邊要講就是說 不要讓很多的我們的政策 你在講的時候 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是像先前計程車 補助六萬塊一樣 我們講了很多東西 然後大家就是搞不太清楚 不會啦 那是媒體下標把他誤導啊 對內複雜沒有關係 對外我們簡單說明 那我的問題是這樣就是說 部長我們現在這個防疫的旅遊 我們預估要一億元要做啦 但是實際上我要跟部長 我們原來的項目就有一億元 但不足我們會增加 現在是一億元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一億元到底有沒有必要花在這裡 因為其實我們所有 國內的套裝的行程 跟旅遊的景點 這些從業人都知道的 但是說我們現在 因為有防疫的觀念下去 可能到了某些景點 我們要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我了解 但是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就是說 即便我們很多的防疫的措施 他必須還是要遵照防疫中心的規範嘛 所以我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一億元拿來補助他們 做既有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我們能不能考慮 部長您先前講過 就觀光業者這三個月來當中 他們是關機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 那些補助他們生活面 而不是說去走一些他們 既有知道的旅遊的行程 這個會不會對於他們要做出 回饋的這些的反應上會更好 就這部分有沒有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從業人員跟你做過反饋 我簡單講一下 對從業人照顧有沒有薪資補貼 還有營運虧損的這些補助 但是呢 這個是我們的寶啊 這個觀光業從業人員 有參加人才培訓 我們讓他有戶外教學 去採線體檢 然後幫我們改善 提升未來的這些觀光的 這些產品 其實大家都假設說 這些觀光業很瞭解 現在台灣很多地方 產業的發展其實不難 他們中日忙碌啊 在帶團 所以他們也沒有時間 真的去提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現在目前看到我們 給出新的東西 教學相長啦 讓這一批的這個觀光大軍啊 來幫我們做採線 然後做好防疫旅遊 之後讓大家安心的去旅遊 所以我們不只是所謂 把他當作一般遊客 是當作一個幫我們的 那個時候他跟他後續的他的生活相關 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本來我們現在既有看到的 你們呈現出來的是 本來我們舊有的套裝行程 這是本來就知道的 那麼如果我們把這些錢 他們先前的生活 當然我們現在紓困有不同的 給予的補助計畫 但是您剛剛講 一億也好或者是未來增加 讓他們在已經在走的既有的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 可以再花在他們的生活上 可以去補助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思考看看 是啊 我跟委員再補充一點 只要大家放心的旅遊 他們有生意做 這一些旅行業 他不太會希望我們幫他補助 現在就怎麼去點火 但點又不能夠說失控啊 所以這個採線團就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分階段 從防疫旅遊到安心旅遊 也跟委員說 但委員的建議我了解 真正要提升啦 不是只是舊的路線 去走一走 花時間 對他們來講也沒收入 對 因為你要做的防疫的 最後還是遵照 那其實意義並不大 好不好 好 我們來努力 謝謝 謝謝 現在請許智傑委員發言 主席大家好 我們前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好 委員好 交通部這一陣子 紓困我知道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基本上還是要先感謝 因為紓困的確是迫在眉睫 那有很多一線的人員很辛苦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謝謝 交通部這一部分的動作 事實上迅速還不錯 不過裡面有一個 就是說 我有聽部長說 那個說重話 說有一些 重複領補助款的一個都跑不掉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我不是說重話 我是說都追了回來 他們也不是刻意的 很多重複 申請是因為當時 各部會的制度 陸陸續續上路 那我們就滾動式的來檢討 那就當事人來講 他希望對他最有利 比如說同樣三萬塊 他覺得勞動部的一次領更快 可是他後來沒有想到 我們交通部的 對於計程車跟遊覽車 雖然是分三個月領 可是可以送 可以匯到你的戶頭 而且很快速 現在已經發了兩個月 那這個有時候 這個當事人 因為隨著制度 他可能也不盡熟悉 也在修正中 我們就事後來檢討改善 對所以我其實看到這個媒體 這麼寫 這對部長是不太公平 也讓部長解釋一下 事實上人民去申請 他不要把人民當小偷 對 那就是說他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的資訊也沒有那麼的明確 所以他會覺得他有機會申請 他當然想盡量去申請紓困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抓小偷的角度 那對我們的人民 看起來是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也就是說 媒體有這樣子誤解的部長 也讓部長有一個說明的機會 是 好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這個立場 希望跟我們的所有的人民 尤其是有重複領到的 申請的 所以這些人民很公開的跟他們 表示一下說 其實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如果你有申請到的 比較少的那個部分 你就請你主動繳回啦 這樣比較簡單啦 不用我們一直去做啦 就是說 那個時候 剛開始在申請的時候 大家會有 多個不同的方向 但是呢 萬一你有重複申請的 你可以繳回的 也不用交通部去追 主動來繳回 那這樣子大家建立一個人民跟政府信任的關係 好 這個比較重要 好 所以一方面讓部長這樣解釋 也一方面讓我們台灣的人民做一個宣誓 就是說 這樣子 建立一個人民跟政府 互相信任的一個角度 是 好 那第二個就是防禦理由 交通部現在 包括要 實名制 交通部打算怎麼做 呃 是 因為這個是以 呃旅行社為主的 出團 所以他們 實名制是可以落實 另外我們也可以調控啊 他不同的旅遊路線 包括時速遊構型的這個 總量跟流量 這樣避免去擠在同一個時間 齁 可能會比較有這個 呃風險嘛 部長意思是團體旅遊 呃對 目前我們的 呃 防疫旅遊是以團體旅遊為主 但這個 這個指引訂了 都可以給我們個人齁 或家庭的旅遊齁 他可以做參考 所以有種示範效果啦 那個人旅遊 要怎麼實名制 沒有個人旅遊 我們提供 我們到第二階段 安心旅遊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 擴大國旅嘛 的補助 這個時候當然就會 配合這些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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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們現在並沒有管制跟 禁止旅遊 只是說我們先前因為有 呃 所謂的呃 國家級警訊到1968APP 提供資訊讓你參考 那如果真的是 人潮太多的時候 會有一些警示 那現在也不叫警示 現在叫做提示 哦 那要把1968轉化成一個 正面的有用 對 大家可以 呃 出遊的時候參考的一個 資訊平台 所以1968還是在用嗎 呃 會 對啦 其他的功能會更強化在於 屬於說你出遊的時候 呃 可以即時的對路況 還有人潮的掌握 市長呼籲一下 對 1968本來他是 抱怨說弄太多點嘛 那如果我們推1968APP的 防疫旅遊 推銷這些點 讓很多的景點 更多點 更容易被推銷 對對對 所以我是打算 比如說網紅 來幫忙行銷這個1968APP 是的 然後讓大家知道去 怎麼去安心的去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部長跟觀光局 後續的動作就是 我們防疫過了以後 將來要推動觀光 本來 台南 我們的黃市長抱怨說太多點 害我們那邊就是人民要去 會有顧忌 那將來防疫過後 正好太多點就可以行銷台南 是 這個就是壞處變成好處啊 所以這個其實 觀光局可以用這個角度去做思考 好 最後一個就是 那個 鐵路局跟鐵道局 那個名稱 我們鳳山車站名稱的問題 來來解決了沒 路市路正式 趕快趕快 那陳門委員也有出席來 那個波龍給我們指導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呃 我想因為大概就是 地方跟這個 其他的單位 對於就是說 使用鳳山的這個拼音的話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 看法不一致嘛 那我們現在 會去爭取 爭尋那個地方的一個 對於鳳山這個地名的 對 趕快問 對 問他們的一個意見 然後再來做一個 通盤的一個考量 因為總是希望說 很多地方的這個 呃 音譯的名稱要能夠統一 這樣子 好這裡還跟部長跟路正師 報告一件事 是 這個事情就比較嚴肅 也就是說 這個 現在路正師 已經讓全國很多道路 都改成漢語拼音 這個事情是有點嚴重 2000年 到2008年 那個時候 我們從 通用拼音的第一次 然後呢 改 變成一個通用拼音的第二種 第二次 通用拼音 到了2008年 馬英九實在 才把它改成漢語拼音 好 那現在呢 交通部其實蠻大力在推動 這個漢語拼音的改路面的 這個工作 我是建議 部長可能要請大家 稍緩 好 那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蔡英文的蔡 那個 漢語拼音叫做CAI CAI你用英文名字 用英文唸出來是什麼 CAI喔 CAI英文 那應該怎麼唸 會唸成菜嗎 那TSAI 你會唸成菜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 漢語拼音就是用CAI 我就舉一個我們高雄的齊山的齊 我們的通用拼音是CHI 漢語拼音是什麼你知道嗎 QI 部長 你如果看到QI你會唸齊山的齊嗎 官委員報告 這個 這個有個過程 我知道了 是的 因為其實 還是要跟國際接軌 對 這個台灣喔 是世界的台灣 對 所以這個通用的拼音喔 就是很 很 很通用 對 就是世界可以接受 你外國人看到通常偏天 齊山你會唸齊山 所以我跟 風扇你那個風扇 您曾經質詢蘇院長的時候 他說要 用行政院來進行跨部會的檢討啦 對 那來統一啦 對 因為這不是涉及到齁 就是說 我知道 所以 這個最要跟國際接軌以外 其實真的我們一國多治齁 這造成觀光旅遊很大的困擾 還有很多人行 那時候真的是不知什麼去依循啦 所以行車跟觀光 最大的重頭戲都在交通部 那我們交通部其實效率很好 前面跑很快 已經改了非常多的地方 改成漢語拼音了 我現在有點擔心 我請他們停止啦 這個要配合行政院這次總檢討 這個要先停 全國有一個一次的政策 對 教育部是從他的角度去看嘛 是的 可是我們從交通部來講 國際旅遊 就是 就是結合的交通跟觀光 對 那我們一定要跟國際接軌 這個其實是 應該是最重要的啦 這也是最符合全民利益的 是的 所以現在 交通部可能要請部長了解一下先處理 要不然再一直改 以後要再改回來 這浪費國家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 不是只有鳳山的問題 是全部的 我現在只是先改一個鳳山 這個要趕快 其他的 也要請部長這個問題注意一下 後續我們要先關照 好 謝謝部長 感謝委員持續關機 謝謝 促成行政院的統一的 謝謝 我們就來遵循 接下來 請盧明澤委員發言 再次做個說明 等一下何欣存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部長 部長必須要離開 因為院長的約件 那 部長離開之後 我們要進行臨時提案的處理 臨時提案處理之後 必須給工作人員吃飯的時間 我認為十二點半以後 還不讓人家吃飯是不對的 然後 這個 最快 接下來開會的時間 是一點半以後 那我們也謝謝 中小兵委員 還有陳家華委員 兩位非常認證委員 很早就來到 先跟你們致歉 現在請盧明澤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團請主席邀請一下我們 林部長 請林部長 還有今天我們觀光局是 張代理局長嗎 好 部長 因為這幾天我們 在很多的社區 大家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你提出 要準備 開始要振興觀光產業 一步一步來 要準備 防禦旅遊要啟動 再來第二階段 安心旅遊等等的 各個報章媒體都出來了 大概是五月底會出團 那這個到底 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 這個再不振興 真的不行了 就我那個地方 那種餐廳 甚至類似觀光的 大概大的快倒光了 我都嚇到了 那現在 那現在很多的觀光產業 其實 受到了非常嚴重的一個困境 我們給它紓困 其實沒有解決它根本的問題 那一般的我們的紓困計畫補助方案 都以最多以三個月在計算 所以這些的產業 包括我們很多的這個勞工朋友 從二三四 如果算五月的話 真的撐不下去了 所以我是支持 逐步的去一個開放 那你們說一下 這個因為 我直接覺得很奇怪 我昨天跟觀光局跳 待會那個觀光局代表 你可以來這邊看 現在三個階段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請這個部長 防禦旅遊 大概你們現在 要怎麼去規劃 大概預計多少人次 或者多少遊覽車的車次 你們現在初步的想法 要用多少經費 安心旅遊 還有第三階段再說 因為前兩階段 跟國旅比較相關的 能不能說一下 好 我簡要 其實我們現在並沒有限制國人旅遊 我們當然提供1968APP 作為大家的一個資訊的一個提示 那 但是因為疫情逐漸的都控制住了 沒有一個多 又沒有國內的感染 所以大家想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還是很謹慎 所以 先以防禦旅遊 我們就是以這個觀光業 來帶頭 因為他們其實是最專業 也能夠互相來把這個觀光振興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提案 包括旅行社 像旅宿業啊 相關的這些工協會 可以提案 我們現在正在審查 第二個呢 我們的國家風景區 我們的管理處 也會以區域觀光圈啊 來去呢 把我們過去要推的優質的旅程 來推 那 這樣子的方式 有 有 執行者 有這個 參與的 這些 業者 也有相關的 這些專業的遊客啦 這個樣的方式來做 採線團 就是有體檢 那它事實上有三個功能 一個功能可以 讓我們先前的人才培訓 有一個 進一步 它戶外教學版 然後第二個能幫我們做體檢 可以做為未來我們 投資改善 的參考 再來就是馬上有這種 點火效應 因為大家看到了這樣的旅行團出來 它帶來生意嘛 就是比如說旅行社 遊覽車 飯店 餐廳 還有景點的這一些 各種購物 就會帶動起來 部長 我覺得你講的比官方局還清楚啊 問官方局要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文說 目前沒有具體規劃 目前沒有具體規劃這幾個字 那我覺得很離譜啦 因為 我們要回應地方的里長 地方的民意代表 有些已經開始要報名了 我說 我今天來問問 但我們希望喔 因為從紓困開始 不光是交通部裡面 我們真的能不能你們透過這個媒體喔 它 它具體發生效應之前 第一個 你們要清楚這個細節 不要到最後 我說真的 先射箭 然後 三支箭射出去了 問它代表的意義 要如何去 怎麼去弄 沒有人知道 我希望說未來 真的能夠再具體一點 因為現在已經產生一個非常具體的效應 你的防禦旅遊啊 我講的是團體旅遊 個人旅遊沒有禁止 其實你團體包遊覽車 以前我們鄉下很多的婆婆媽媽 或者鄰里 或者社團 都有辦這樣的一個旅遊 但是暫停了好一陣子 好一陣子 因為為什麼 大家40個人擠一台遊覽車 大家怕被感染 這不是一個政府禁止 而是民眾配合防疫 甚至怕自己玩一天啊 然後後悔一事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赤製的 一個行為 但是你這三支箭 因公佈知道 你給民眾一個暗示 你也不要不承認 因為昨天整個反應 很多鄰里開始組團了 開始準備組團 開始準備了 訂遊覽車了 所以我在想喔 你第一支箭 還沒射出去的時候啊 各個地方的團體旅遊 已經出發了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都想 想要走出去啊 所以我建議你一個SOP 要出來啦 有啊 就是說遊覽車 就是說他們現在重新啟動了 你的具體建議 包遊覽車 這些的旅客 該做什麼 遊覽車一停 要不要再做幾個小時的一個消毒 我希望你給這些準備組團出團的人 讓他們也能夠在這種一個安心旅遊 可不可以 可以 我這位委員報告 今天下午我就有責成王政次啊 就召開防疫會議 就我們的防疫旅遊的指引 好的 這個相關的規準則啦 的草案啊 再確認一次之後 就會送指揮中心 他幫我們稍微審查 我們也比較放心啊 希望這個快出來 因為 我們在帶頭的同時 大家就可以參考啊 我們的採線團 所以您剛剛講的沒有過 它會有示範效應 點了火之後啊 如果很旺大家都出去 也做得很好 那這個自然就復甦了嘛 部長我覺得這有點來不及啦 我們的預算就不用投入那麼多 你的SOP儘快出來啦 因為很多團會比你的採線團還要快出去 所以我說520之前我們會把方案公布 好不好 然後5月下旬會第一波的防疫旅遊會出發 然後就振興觀光業的角度 我這樣有個建議啦 因為你現在不斷的用拉動的方式去推動 叫做這個我覺得好逆水行舟還不如順水推舟啦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一堆人喔 各個學校的標案都已經標好了 三月都已經標好了 廠商都找到了 敘事待發 你三支箭還沒射出去啊 你只要開個閘門啊 跟教育部跟地方政府 你們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這些臂履他到底行不行 因為他一生這一次嘛 國小畢業 你知道嗎 未來你到大學 不會再來參加國小的臂履嘛 臂履行不行 真的我建議喔 如果要帶動觀光的紓困 這一波 所有的國小國中高中職 今年的畢業生總共六十萬人 如果你們考量在具體的防疫的這個標準下 你們只要開了這個 這個把這個柵欄打開喔 將近遊覽車的車次啊 一萬六千車次 光旅費大概二十五億 消費我隨便估大概六億 所以我就覺得你們能不能在這個 這叫做順水推舟 如果假設這個遊覽車的旅遊 都可以出發的話 那學生現在就是五月六月 馬上就要執行的臂履 你們研究一下好不好 在研究這個SOP的時候 這個也提出一個建議方案 好不好 我跟委員說明喔 其實我一直跟教育部長保持聯絡 從先前的戶外教學到現在的畢業旅行 確實他本來就有簽約 那後來因為當然防疫的需求 教育部也比較謹慎 各地他們就自己齁 就有一點就沒有辦法來執行 做成包括遊覽車業的損失啦 那我相信我們的示範效果 那我們也會把這樣的指引提供給教育部 然後發給各個學校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講的順水推舟 他的效果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看了放心了 也就會參考這個指引來出遊 好麻煩部長 謝謝您的提醒 這個主管單位雖然是教育部 但是觀光產業受到的一個效益 跟我們很主動的關聯 也希望你們能夠來推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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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何欣存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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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謝謝 我曾經質詢 就是我們中華郵政有關房貸的部分 那雖然跟中央銀行一樣是降一碼 那現在呢 在我三次質詢之後 獲得你的承諾 跟王市長的承諾之後 那終於呢 要再加降一碼 那因為我們行政院有政策性的宣布 我們全台灣所有的車貸房貸等等 都可以展延 那這個紓困的措施 就是要讓我們民間 包括有排房貸的這些 族群的大家都能夠稍微鬆一口氣 那能夠有更多的能量 來共渡難關 所以我這個先謝謝 這個已經確定 謝謝委員的提醒 對 雖然我質詢了三次了 中華郵政才答應了 那這個第二件事情 同樣的部長對紓困很有效率 那我們這個禮拜去台中車站考察的時候 我又提到 我們各車站的這個商場的一個紓困 包括停車場的紓困的問題 那部長當場也承諾說 如果可以的話他也願意 你也願意加碼 我從4月1號在交通委員會提出 提出質詢跟臨時提案 4月24號交通部核定 那每月補貼租金跟定委的權利金總額27.5% 那部長你這個禮拜一考察的時候 你甚至說如果可以還願意再加碼 4月27號呢我再度要求這個實際的補貼 紓困的補貼要落實到第一線的成租小商家 因為呢你也知道我們台鐵是跟各個台鐵裡面車站的商場 他是呢跟業者來 七家主要的 七家主要的一個大的企業來簽合約 那這個七家大的企業等於是二房東 是不是 那當時候4月27號的時候 你也知道喔 第一線的成租小商家是感受不到政府交通部對他們的紓困美意喔 那一直呢要求部長要追著台鐵 5月8號交通部核定要修正作業要點 要把這個紓困就是說招商經營的業者申請補貼 必須要減部一個什麼 承諾書 承諾願意把這個紓困的這個補助的金額 能夠呢移轉給他更下游的這些承租的小商家 半首里商家等等對不對 對 部長這裡很清楚這個過程對不對 你也答應了對不對 你真是認為要加碼要加碼對不對 這個水滴滴下去喔 要能夠灌溉到真正需要灌溉的那個植物啊 是 但是呢部長你知道嗎 現在執行的成果你知道嗎 台鐵有沒有跟你報告 他們要不要來說明一下 我有後來有去那個南港車站 我也有跟這幾家大業者還有下包的也都有碰面 所以詳細情況局長比較清楚 好來局長你講給部長聽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有五十家是有下游廠商的 所以想感謝委員上次建議之後呢 我們馬上召開會議 他們也都同意也都承諾 這個一定會 全部都同意了嗎 全部都承諾了嗎 都承諾了 全部的承諾書都繳了嗎 目前只有一家還沒繳 是嗎 這媒體報導過啦 只有一家還沒繳啦 我在跟你講台北車站 板橋車站 南港 新左營南港 松山萬華 那總共有 微風灌城灌滑灌油 潤泰 潤泰 紅盤 這幾家大財團大企業 只有一家不簽 跟委員報告 而且是指標性的台北車站 我們的門戶 微風呢經過 我們這兩天的跟他們溝通 所以他們今天也把承諾書送出來了 承諾書送出來了嗎 他簽什麼樣的承諾書 他勾選哪一個 他跟大家都一樣 他跟大家都一樣 那我必須要跟部長講 你說如果可以加碼還要再加碼 我們到今天為止 今天我們要質詢了 媒體已經報導了 微風才簽署承諾書出來 前兩天他台北車站的小商家 還在跟我陳情 還在跟我抱怨 微風主動找他們談 但是談什麼 不紓困 不是要把台鐵給他們的紓困金額 補貼給小商家 而是改變他們的計算方式而已 現在叫做月包迪 跟商家講什麼 我們改成年包迪 但是抽擁的%一樣 一樣 所以即使他今天已經簽出了承諾書 我還是要求台鐵 交通部這邊 是不是應該要時時刻刻的去督導 去要求 而且能夠去真正的去查到他的紓困方式 是不是能夠真正的落實到第一線的小商家跟半熟理商家 局長 是這個我們會落實查核 會落實查核 怎麼落實查核啊 是我們如果他沒有做到我們的經費就不會給他 我們就會收回來 對 沒有做到經費就不給他會收回來 我甚至要進一步拜託部長 我們這一次的紓困如果沒有真正的執行到位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續約 我覺得連這個都要把這個考慮進去啊 大財團大企業有他的社會責任跟社會良知啊 他怎麼可以說過去這個小商家幫他賺錢 那現在碰到這個疫情大家都很嚴峻大家都很艱困 本來應該要大家共體時間來度過這個難關 結果結果還有像微風這樣子的一個大企業一直要 部長也講 局長也講 立委在立法院質詢 媒體也爆料了之後 他在最後一刻他才簽署承諾書 那我就很懷疑他的良知 我就很懷疑他到底會不會真的落實了 是不是 所以部長 我希望未來在我們車站各大站的這個商場的續約 或者是未來的定約 我們一定要把這一次的經驗要納進去 考量進去 我們才不會到時候 如果 當然我不希望發生 但是如果 有可能的話 我們交通部 我們台鐵也才有工具 才能夠去要求這些大企業啊 部長可不可以 不然在這之前我們完全沒有約束力耶 對 目標就是希望照顧第一線 受疫情衝擊 那方法我們來找 那其實我也跟這個局長講 我們編列1.25億啊 當時就說抓一個概數 那用什麼方法 如果這個預算有執行上還有空 這其實都可以做 執行上都還可以在 還有一些彈性 還有一些手段工具 可以真正讓這個紓困的政策 能夠落實嘛 我們編了預算 要紓困就要把它用出去 所以我是很感謝我們同仁啊 包括有一些喔 有一些受益者 他不知道他的權益耶 所以我們交通部一開始就針對 這一些厲害關係人啊 很潛在的受益者 我們就是以他們 就主動去聯絡 他們有什麼權益應該 可以來接受紓困的齁 我們就是要 你不要說主動聯絡啦 不要被動啦 像這件事情 要不是我們質詢 要不是我們提供證據 台鐵根本一開始就不願意嘛 他只願意針對七大 財團七大企業而已嘛 因為他認為只有這七大企業 是跟我定約 至於下面的小商家 有沒有水生火熱 跟我台鐵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種心態是不對的 也要不得的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委員的提醒 我想後來也做了補救 那應該這個效果 可以達到啦 我還是時時刻刻監督喔 我也希望交通部跟台鐵 針對這各大車站商場 還有所有的這個紓困計畫 紓困預算 一定要確確實實的落實到第一線喔 是 好人要做到處喔 好人要做到處喔 你都沒有關心高鐵 高鐵 高鐵跟陶基 在部長的指示之下 聽說做得不錯 不然讓高鐵來 來講一下給台鐵聽啊 你也有在做事情要講一下 是不是高鐵跟陶基做得好 要講給台鐵聽啊 那為什麼台鐵只有27.5% 那台鐵只有27.5% 那台鐵只有27.5% 最高 他的樣態很複雜 因為台鐵真的齁這些 所以我說還可以再檢討還可以再加碼 高鐵算對比較單純 而且部長 在台鐵的這個承諾書裡面 他給財團勾兩個選擇耶 一個選擇是27.5%全部回饋 紓困小商家 第二個選擇是只要一半就好了 27.5%裡面的一半來回饋而已耶 來紓困而已耶 你有沒有去看那個承諾書 只要勾其中一個就算數耶 所以如果比較起來 台鐵做的這個紓困是遠遠不及於高鐵跟陶基耶 那為什麼光是在交通部裡面交通運輸的 這樣子我們各的這個鐵道公司 就不一樣的一個紓困的方式咧 好我們會請台鐵來若時紓困 來委員的這個指導 好謝謝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請一致跟遠一併宣讀 臨時提案一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中因施工用地需求 位於東區青檸路212巷口之集合住宅 需部分拆除為住戶提出 陸權內建物如拆除 是否影響建物結構安全之陳情 經土木官會監聽後 認定如部分拆除將不符最新耐政法規 有安全疑慮建議全數拆除 本案經多次協調以獲權員拆除範圍外 這支付全數同意鐵道局 應盡速辦理拆除作業 並給予拆除支付補償機 照顧住宅等優惠 提案人委員您去現成後部 趙正宇 二請交通部針對 潔聽大牌未來發展於 一個月內提出潔聽大牌 生態人文體驗之設計 參與機制建立計畫於 本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李坤澤 何欣存趙正宇邱志偉 三請交通部針對 鋼山火車站 東西區往來不變問題 於一個月內提出鋼山火車站 新建後站連接前站 可行性評估於本院交通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李坤澤 何欣存趙正宇邱志偉 四 進行交通部針對 鋼山區入竹區內推動 鐵路高價化事宜 盡速進行可行性評估 並依前站基礎建設特別條例 於後續四年 預算中編列相關經費 提案人委員李坤澤 何欣存趙正宇邱志偉 五請交通部評估建設 即時動態定位計數 以立無人機快速且精確定位 確保無人機 飛行範圍並建設空中交通管理系統 一個月內提出 評估建設即時動態定位計數 及空中交通管理系統之 可行性索命報告 送家人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何欣存 李坤澤 許智傑中加邊宣的完畢 好第一案 現在處理第一案 行政單位說明一下 胡議長 對於這個第一案的相關內容 我們大體上都接受 但是在文字上 已經跟林委員 這個提案委員 建議了一個文字修正 他基本上他也同意 就是在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 並給予 拆除之住戶補償 集 在這個集後面 因為照顧住宅這部分 是台南市政府的權責 所以在這個集後面 建議增加 以下的文字是 協助向台南市政府 申請 增加這幾個字 申請照顧住宅等優惠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案 來行政單位說明 跟報告主席 官告局這邊有建議意見 那麼第二案基本上 我們願意協助來 進行評估 但是因為倒數第二行那邊 所提出來的家庭大牌 因為有涉及到經濟部 水利署主管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文字上 希望能夠作為修正 也跟提案人邱委員 有做過溝通 原則同意 所以我們建議 在文字上 改為 建請交通部 會同經濟部 水利署 針對決定大牌 未來發展 三個月內 評估決定大牌 生態人文體驗之社區 參與機制建立計畫之可行性 與本院交通委員會 以上建議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三案 第三案沒有意見 好 招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四案 來 行政單位說明 第四案我們也是協調提案委員 做一些文字修正 然後修正的文字是在 倒數第三行 就是原來文字是 建請交通部針對 鋼山區等等 那因為這個可行性 研究的評估是 地方政府 要提出來 所以我們建議文字 是在交通部的後面 增加 增加這個文字是 協助高雄市政府 就增加這個七個字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五案 行政單位說明 報告委員會 因為TM跟RTK 都是現在進行中的技術 所以還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是不是一個月 改成三個月 其他的都可以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修正通過 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如有委員對上述提案補簽 列入紀錄 並刊登公報 好 現在讓大家吃飯的時間 我們一點半繼續開會 連結錄啊 你來看兩人的鞑目 就可以把初alling 提案出來 要請從家庭 可以把初heits順 不要殺了 只要收到 不替太稻 不替太輕 不替太厚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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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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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